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排列组合相关的内容 以及相应的高频面试题 一般来讲 比试面试中组合数学的题目不是很多 但是这并不说明这个问题简单 而是因为组合数学的领域比较广 比较复杂 使得面试比试中的题目不是很好出 我们高中学过的古典概率中计算概率的方法 也是排列组合的重要内容 难度也就是高中数学基础的难度而已 但是也有比较难的内容 比如菲波那切数列和卡特兰术等内容 排列组合在比试面试中出现时 难度一般不会特别难 而且是以比试的客观选择题居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题目部分 进行具体的说明 在6x9的方格中 以左上角为起点 右下角为终点 每次只能向下走或向右走 请问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那么这条题很简单 一共走13步 其中必然有5步向下 剩下的8步往右 也就是说13步中我们选出5步向下即可 所以走法就是C135或者C138都是答案 一共有1287种走法 ABCDEFG7人站队要求A必须站在B的左边 但不要求一定相邻 请问一共有多少种排法 第二问是如果要求A站在B的左边 并且要求一定相邻 请问一共有多少种排法 现在解答第一问 7个人一共有7的阶层种走法 那么肯定恰好有一半是A在B的左边 另一半是B在A的左边 所以A必须在B的左边 但不要求一定相邻的排法为7的阶层除2 那么对于第二问呢 我们把A和B看作是一个人 因为A在B的左边并且必须相邻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 实际上相当于6个人的全排列 所以答案是6的阶层 也就是720种 6个人排成一排 要求甲与乙不相邻 并且甲与丙不相邻 问排法有多少种 那么这道题呢 方法很多 在这里面呢 我们介绍两个方法 首先是方法一 6个人全排列的种数是6的阶层种 为720种 然后看看甲与乙相邻的种数 甲与乙相邻可以是甲在乙的左边 此时把先甲在乙看作是一个人 所以种数为5的阶层种 甲乙相邻也可以是乙在甲的左边 所以此时把先乙代甲看作是一个人 所以种数呢 是5的阶层种 所以甲乙相邻的种数是5的阶层乘2 就是240种 同理甲和丙相邻的种数也是240种 此时需要注意 甲乙相邻与甲丙相邻各自算出来的种数 是有重复情况的 那就是乙甲丙和丙甲乙出现的时候 所以此时把乙甲丙和丙甲乙看成是一个人 总数呢 排列就是4的阶层乘2 就是48种 所以整个答案是7202-204-204加48等于288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方法2 考虑甲的位置 甲在开头时 他唯一的邻居不能是乙或丙 所以他的邻居有三种选择 然后其余的4个人在任意排列就都可以了 所以总数是3乘以4的阶层为72种 同理甲在末尾的种数也是72种 当甲不在开头或末尾时 他有4个中间位置可以选择 而且每个位置中他左右邻居都不能是乙和丙 而应该是从剩下的三个人中选择两个作为他的邻居 所以有C32也就是六种选法 那么选择邻居之后呢 剩下的人全部全排列即可 所以甲在中间的每一个位置的排法为6乘以3的阶层 也就是36种 一共有四个中间位置 所以甲在中间位置的排法是36乘4 也就是144种 所以总的种数为72加72加144等于288种 10颗相同的糖果分给三个人 每人至少分一颗 请问有多少种分法 10个糖果之间有9个空隙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从这9个空隙中选出两个地方放隔板 隔出的三个部分恰好 就可以看作是每个人分得的糖数 所以方法数显然是C92 也就是36种 10个不同的球放入到三个不同的桶里 请问有多少种方法 这个题和案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 球和桶都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拆分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每举所有的可能 那么具体的做法是 每个球最终都要放入到一个桶里 所以每个球呢都有三种选择 那么一共有10个球 所以答案是3的十四方种方法 有10颗糖 如果每天至少吃一颗 吃完为止问有多少种不同的吃法 因为我们要求每天至少吃一颗 所以如果想一天吃完10颗糖 只能在第一天吃完 所以方法数为一种 如果想两天吃完10颗糖 相当于把10颗糖分成两堆 10个糖果之间有几个空隙 而这九个空隙中选出一个地方放隔板 分出的两个部分 恰好可以看作是第一天吃糖数 和第二天吃糖数 那么方法数显然是C91 同理 如果想三天吃完10颗糖 方法数是C92 四天吃完呢 是C93 依次下去 最终得到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的结果呢 是2的九次方 也就是512种 请大家牢记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式 这其实也是高中数学的内容 那么刚才的内容呢 实际上都是高中数学基础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相应的题目呢 就不再详述了 这样的题目非常的多 大家只要复习完相应的 古典概率的排列组合的公式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可以解 那么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个稍微比较难一点的话题 就是卡特兰术相关的内容